这也不是杨米第一次穿衣大胆了 在录制节目的时候 她穿着巴黎世家的黑色无袖上衣 搭配设计师Meshama的亮片裙 还精心佩戴了伯爵珠宝 但是细心的观众还是发现 她美美的亮片裙拉链旁边 却开了一条小缝 不过屋里大秘密舞台经验丰富 见过大场面的她丝毫没在怕的 照样摆出了各种绣长腿的pose 美的帽泡让人 杨米亮相机场穿搭又引发热议 黑色牛仔裤短的好似三角裤 连A先生看了都觉得她真是大胆 也亏了大秘密有一双无敌的大长腿 才能hold住这么短的裤子啊 再仔细来看看她这一套穿搭 格子披风内搭蕾丝胸衣 牛仔短裤搭配白色大长靴 气场全开 女王范十足 而且这次不仅是露腿 就连胸部也有了巧妙的小心色 一层黑纱遮掩 若隐若现 更加性感迷人 张子怡和李冰冰是国内一线女星最佳代表人 两人分别用作品征战国际为国人中光 但是女星之间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 所以关于二人不和一直有传闻 两人的不和起源于2009年 当时成龙和李连杰首度合作电影《功夫之王》时 传出李冰冰抢了张子怡的角色 在头拍初期张子怡表示希望出演白发魔女 9月9日李冰冰张子怡一起现身八杀慈善业红毯 两大花旦世纪同框美艳不减 不过两人的表情有点一言难尽 字幕志愿者 李冰冰